38. 大公報 港大深圳醫院後年可望收支平衡 2015年7月14日要問A08大公報信 記者黃一回深圳報導 三年前香港大學深圳醫院者禁香港公立醫院管理模式 全面實施一系列與國際接軌的全新改革制度 院長鄧慧琼透露 在服務量增長及醫院物價改革成功的預期下 醫院將在2017年實現收支平衡 將自主確定醫藥價格廣大深圳醫院市深圳市政府和香港大學合作運營的深港醫療重大合作項目 在公立醫院系統中率先破冰 實行全面預約制、家庭醫學傳科門診、團隊診療等多項改革措施 目前 這些先行先事的做法將在全市推廣 鄧慧琼教授告訴機者 自開業至2015年6月15日 醫院已接診病人逾128萬人次、出院逾3.8萬人次 病床使用率近60% 醫院的改革理念和創新措施逐步為市民所接受 在市為繼位的2014全年以及2015年第一季度滿醫度調查中 港大深圳醫院軍牌名是屬綜合性公立醫院第一位 2015年 港大深圳醫院成為國務院推進醫藥價格改革的視點醫院之一 醫院將從2015年下半年開始 按照總量控制、結構調整的原則自主確定醫藥價格 總量控制時指控制病人總體醫療費用 使之總體上不高於全市其他三甲綜合醫院同期價格水平 結構調整則是相應提高體現醫務人員技術勞動價值的服務費用 比如醫生診查費、手術費、護士護理費等 而降低藥品、耗材的費用 2015年第一季度 醫院藥品使用比率僅為21.95% 抗生數使用比率僅為16.61% 使用率僅為內地同類醫院的一半 目前上由深圳市政府全額財政撥款運營的港大深圳醫院 兩年後將自負營規 鄧維琼說 2014年廣大深圳醫院已經達到收支基本平衡 今年3月以來 每月都略有盈餘 今年底日門診量將達到5,000人次 最好無量增長及醫院物價改革成功的預期 醫院將在2017年實現收支平衡